嗨大家好,我是Kerry 我現在人在紐西蘭的The Remarkable滑雪場 那因為現在太陽非常刺眼 容許我把Goggles戴下來 今天要跟你分享這個滑雪場 首先呢跟大家說一下這邊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 離Queenstown很近,開車只要30分鐘 那你也可以選擇搭乘巴士過來 他們也有接駁車喔 如果你是自己租車的話呢 你也可以自己開車上來 那如果有時候山上下雪你不會裝雪鏈的話 跟其他的滑雪場一樣 你也可以先把車子開到底下的停車場 再坐到他們的山上接駁車 是免費的,可以直接搭接駁車上來喔 首先呢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滑雪場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你看這邊有一個非常初級的摩坦區域 那這個我覺得很適合給那種小小孩來這邊 適合給那種小小孩在這邊練習的 上面有兩個很長的初級的摩坦也可以使用喔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滑雪場對初學者來說 欸是蠻友善的耶 摩坦區域呢下來的地方是蠻寬敞又平坦 而且重點是你就算沒有跟這邊的教練報課 你自己滑也是可以去的 因為像尼斯科有很多滑雪場是 你一定要跟雪場的人報名課程 你才可以使用那個摩坦 但這邊呢是不需要人 你只要有買雪票呢 你就可以自由的使用這些摩坦囉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滑雪場特別的地方呢 它是跟Chronet Peak還有一個叫做 Mondhart的滑雪場 三個滑雪場是同一個公司的 所以呢只要你買這個雪票 三個滑雪場你都可以去喔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划算呢 那這邊的雪票呢一天是165塊紐幣 春華的價格是5天500塊 春華是從9月1號就開始囉 而且我剛剛發現它還有一個非常划算的選項 如果你從春華開始過來 就是9月1號開始過來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它的Spring Pass Unlimited 就是整個春天的都可以滑的那種Season Pass的意思了 整個春天的價格是625塊紐幣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呢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一起先去看看滑雪場的雪道吧 那大家看到這個摩毯呢 地上都有這個一個線 就是你要等前面的人經過的那條線呢 你才可以到 也就是摩毯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不可以跟前面的人貼得很近 如果突然摩毯停下來的時候呢 才不會跟前後的人撞到 這是一個安全距離 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個摩毯它有分左邊的滑道 跟右邊的滑道 所以呢這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完美的分散了初雪者的區域 就不會說一堆完全初雪者擠在一起 兩邊呢都是非常非常平坦的 大家可以看啊 這個下纜車的地方呢 也非常非常的平緩 就算你今天是滑Snowboard 想要練習下纜車好了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友善的喔 再加上如果你今天沒有自信 穿著板子上下纜車 你也可以直接用拿著的 它這個摩毯旁邊有小樓梯 你可以你看像這位先生 他就可以直接從旁邊走出來 不一定要穿著板子 所以呢我覺得這是非常友善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一片 非常平坦 非常適合初雪者練習喔 還有第二段 所以如果下面那一段 人真的太多 人太多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坐上面一個 兩段都非常適合初雪 好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上山 帶你看一下上面的風景喔 這個滑雪場總共有四個 Chair lift 但是是沒有Gondola的喔 好大家可以練習看一下這個地圖啊 在紐西蘭呢 藍線代表是中階 中級的滑道 日本是紅色的嘛 Intermediate就是中級滑道都是藍色的 紅色是高級滑道 旁邊都有寫喔 那黑線呢就是expert 更高階的 更就是更困難的 它黑線也有分extreme就是兩顆diamond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來參考一下 像這邊就有寫說 往那邊是綠線 往這邊是藍線 比較困難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完全初雪的話呢 自己上來的時候要小心不要走錯路囉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8月31號的雪況長什麼樣子 今天呢 算是這幾天以來雪況最好的一天了 因為昨天有下了蠻多的雪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板呢 不是說 以紐西蘭來講不是最硬的啦 好不好 我們先不要跟日本相比 當地的教練說 今天是這一季最好的雪況跟天氣囉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紐西蘭的雪況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地方呢有非常多office的路線 也就是 飛道內的滑雪喔 大家可以看到 這全部呢 只要雪夠的話 只要你趕的話呢 都是可以滑的 有沒有看到這上面這一區 全部都是可以滑的喔 那當然啦 現在我剛剛有說過 因為雪不夠的關係啦 所以呢 你會看到一堆石頭啦 如果大風雪的話 纜車沒有開放 我們這些滑雪教練他們可能呢 會自己上山過來off-piece 也就是自己爬山backcountry 滑上面那一區喔 很有趣吧 我們從北海道過來的看到這個雪 基本上是 呃 不會有那種特別想爬的感覺啊 Keylan 你覺得怎樣 我會不怕那個板子就會刮傷 我們會擔心板子可能會刮傷 因為像肉眼看過去實在太多石頭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先滑下去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滑雪場的這個形狀呢 它是像一個碗弓一樣 往裡面凹進來的 所以你看喔 我光是在這邊啊 你看 你看所有的人呢是四面八方而來 你看我們從這裡過來對不對 上面又有人從那邊過來 可能又從右邊那邊下來 我認為這邊比較危險的一個地方啊 尤其是如果你你在滑Snowboard 對於Snowboard沒有很熟悉的時候啊 你沒有那個往這邊check的能力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危險 天啊 接下來帶你坐下一個懶車叫做Sugarbowl 性感人 好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如果你喜歡滑跳台 freestyle 或者是一些box的東西的話呢 那我覺得你應該會蠻喜歡 remarkable這個滑雪場囉 因為在queenstown呢 只有兩個滑雪場的選擇嘛 一個是the remarkable 一個是coronet peak 因為這兩個滑雪場是離queenstown比較近的嘛 再來下一個就是cordorna 但是cordorna你開車過去差不多要 就要一個小時 就比較遠 所以如果你今天住在queenstown呢 你想要玩跳台 想要玩box的話 我覺得remarkable跟coronet peak是最近的選擇 來 我現在帶你去看看 首先呢 可以直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超級baby的box的跳台box的選擇 這邊就是有比較高階的跳台啦 比較稍微斜一點的管子可以讓你練習 我覺得是蠻足夠挑戰的耶 對不對 以中高階的滑行者來說 那這邊呢 也是比較初級的選擇啦 有沒有 他現在正在整理box當中 這邊也有管子可以挑戰 這個山其實沒有這麼多的管子 所有你看到你認為可以滑的地方都可以爬 接下來帶你坐下一個懶車 叫做curvy bay 接到下岸車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地圖叫做freeride terrain 就是很像Niseko的gate一樣喔 那邊可以爬上去 這邊也是一個入口可以爬上去喔 爬上去之後呢 他也沒有畫路線給你 你要從哪邊滑下來 任何你看到白白的地方 你覺得可以滑下來 你就從那邊滑下來 但這個前提呢 是你的滑行能力真的要夠好 如果你還不確定高級滑到要怎麼滑下來的話 千萬不要輕易的爬上去啦 而且這邊的雪況大家看一下 上面其實是沒有很軟的喔 OK 是有硬度的喔 我們就看看就好了 我對跑上去是沒有什麼興趣 我不想把板子掛壞 接下來帶大家來這個山中咖啡廳 好 那這邊就是一個山中的酒吧啦 這邊有賣咖啡也有賣酒 那當然在紐西蘭買酒的話呢 你都一定要出示你的護照 一定要護照喔 如果你是外國人 不然的話他們不會賣給你 氛圍還蠻不錯的吧 是不是非常舒服 而且你可以在這邊買完啤酒之後呢 就坐在這裡休息 你看這邊的這個纜車 超級可愛的 可以坐在這邊 天氣好的時候呢 就可以躺在這邊 看這個view 休息 吃東西 充電一下 是不是非常棒 好嗎 …. 好這就是The Remarkable滑雪場的分享啦 不知道你們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那我覺得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初學者區域非常友善嘛 有三個磨坦可以使用 如果喜歡玩跳台跟freestyle的人呢 就還蠻適合在這邊玩的 壞處呢就是我前面說的 它是一個山谷的形狀 滑行的時候呢人是從四面八方過來的 那相對來說就會稍微比較危險一點點啦 就是如果你滑很快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再來就是我覺得滑到不是特別特別的寬敞 所以在滑起來的時候也沒有那種很自由的感覺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所以就這個東西很主觀 就看你們自己喜不喜歡囉 那還有再來就是我覺得風景很漂亮啦 有機會的話還是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玩一玩 那順便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我這次會滑ski呢 其實我這次是有從被害到寄我的snowboard過來嘛 那我整個板帶裡面放了我衣服啊 step on整套還有我的snowboard snowboard甚至是新的根本連滑都還沒滑過 本來在日本的EMS說九天就會到 但最後是23天之後才抵達 整個板帶不見了 寄到的時候只剩下那張收貨單 收貨單還寫說已寄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扯的事情啦 我這輩子也沒有遇過說寄東西 寄到整個包裹消失的這種情況 所以現在還在處理中 那我現在就沒有snowboard可以滑 這一次就先租了ski囉 所以說之後的影片可能都會以租借的方式來繼續拍攝 當然我現在心情是非常非常悶的 但是我還是會努力拍影片分享這邊的滑雪場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這系列的影片 因為我這次來紐西蘭真的是損失慘重 只能用慘一個字來形容 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人生不是永遠都這麼順遂的嗎 意外總是會發生很難說 所以我會更努力的賺錢 下一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snowman的滑雪學校 以及我的youtube頻道 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下集見掰掰